我這一項作品就是以虛世森白為出發點 然後虛世人就跟我們的空間一樣 都必須要有一個空間 甚至一個空閒的時候去沉思 才讓我們能夠有更多的想法 甚至更多的理念然後去產生 這個作品其實是一個圓還有一個方 我這是以象形文字上面的一個空還有一個白 然後去表現這個意象 然後我其實也是想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表現 就是我們在藝術的創作當中 其實我們要沉浸在我們的空間 甚至我們的想法裡面 才會有更多不同的那種意象 然後也讓我們能夠去表現的更深層的心理 然後這個其實是一個圓一個方 其實我們講說天圓地方 其實它也可以解釋說 有一句話講就是不以規矩 無以成方圓 這個其實就像我們人生一樣 有時候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自律或是一個規矩 然後我們才能夠在我們的人生裡面 比較能夠有和諧甚至有圓滿的那種發展 甚至有那種擴達啦 所以這其實跟我的之前的創作一樣 就是我想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表達 所謂的那種人生的那種哲理的意象 這是我的創作 好 好